乳房的外观 乳房的表面中央是乳头 周围颜色较深的一圈是乳蕴 乳蕴表面有很多小的凸起 内有乳蕴腺可以分泌 止性的物质润滑乳头 乳蕴皮肤和乳头平花肌相连接 当受到外界刺激时 乳头肌反射性的收缩 可视乳头勃起 并挤压乳管和输乳痘排出其内容物 我们再看看乳房的内在 乳房的最表面是皮肤 皮肤下面覆盖着一层脂肪 脂肪占据了人类乳房的大部分 是乳房大小的主要决定因素 可以说 人类的乳房大小与密乳能力没有什么关系 脂肪下面有一个厚厚的白色的组织 我们称之为乳腺的腺体 哺乳时乳汁由乳腺细胞分泌 聚集到腺抛内 由腺管排出 腺抛管汇集成小叶内乳管 再进一步汇集到输乳管 最后经乳头排出 腺体后方便是胸臂和肌肉 通俗来讲 我们把乳房比喻成一个带有肉丸的包子 而肉丸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腺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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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